23 日上午 热黑箱公所举办了观光农业课的桥迁启用仪式 乡长陈新光表示 热黑箱是以农业及观光为主的乡镇 为了提供给民众更舒适多元的环境 观光农业课独立签到新的办公室 这里可以举办小型活动及聚会等多样用途使用 达到火化的目的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热黑箱公所服务更神奇 2月23号上午 热黑箱公所办理了观光农业课 桥迁启用仪式 由乡长陈新光来主持 热黑箱公所邀请了众多贵宾清零启用仪式 包括了热黑箱民代表会陈联安主席 以及黄建华副主席带领多位的代表 以及部落头目 以及瑞穗香公所各客室主管共同参与桥迁仪式 我们很多的东西 各位应该知道 去年是因为蜜洽萌茶我们跟农友讨论以后 以后就回归给我们农业来办理 我们就不再办理 因为点数跟技术专业人员 他们来办理我想是很恰当的 所以我们把那些早期留下来的那些还可以堪用的东西 去年我们就跟农会共同办理 把这些也供给他们 乡长陈敬光说瑞穗香是以农业以及观光为主的乡镇 为了提供给民众更舒适以及多元的环境 观光农业客独立桥迁住到新办公室 新办公室是原瑞穗旧烟旧厂 这里可以办理小型的活动以及聚会等等多样用途使用 也可以达到火化的目的 让民众感受到瑞穗香公所的服务更加神奇 记者高双双瑞穗香采访报道